你 寻物启示 本人因不慎丢失一件 妻子纵纵的总色大衣 如有十道者 素于本人李荣免稀 酬金两百块 大手批啊 什么衣服啊 只这么早起啊 这件衣服找到了 能小赚一笔 有时间可去找找 这什么衣服啊 能小赚一笔 两百块 什么衣服啊 大家问一下 上面写的什么啊 寻物启示 说是遗失了他妻子送的一件大衣 愿意出高价巡回 高价 多高的价格 整整两百块 什么 两百块 不好意思 我被吓到了 我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老乡 老乡 这里的垃圾不都是归你管吗 哪里还不赶快去找找 说不准就从这垃圾嘴里给找出来了 我哪有那种运气 对了 它上面有没有说是什么衣服啊 说了 棕色的春羊毛大衣啊 怎么这样 你不会真想去找吧 你随便问问 随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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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 这衣服啊可不好扯 出垃圾嘞 如果找到了 那可是能小贯一笔啊 出垃圾嘞 快快 这衣服 不好扯 这 哎 兄弟 你怎么把他扯下来了 衣服 你找到了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物主 这个上面的感谢金额啊 我写错了 哦 怪不得了 原来是重新写错了 我就说嘛 这一件衣服 哪能值这么多钱呢 那行吧 算了 来 走 王官 王官 你在家呀 干嘛 你大白天还不上班 你干什么呀你 插什么没呀 我不上班我在家 宿舍要不行啊你 你喊喊 家里的路子又坏了 你什么时候休息 我说你烦不烦啊 我等我睡醒了 我给你买个新的 我该干嘛干嘛 你干嘛 好好好 你睡吧 我这就出去 十五十 四十五十 六十 就算我把这些钱还回去 我还能落一百四 这些发财了这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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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 南京做饭 周梁大王 来来来 各位老板来看一看 看一看 新鲜出炉的烤鸭啊 老板 来个鸡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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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好 不用找了 好嘞 谢谢老板 老板再来啊 这多没呢 二十 一块 来 别找了 过来牛肉 过来牛肉 这人也太有钱了 四伙买的东西 这可多个音乐东西 来 都要把来看一看 二十四 新鲜的 咱们出炉 好嘞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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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我亲爱的 对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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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桂今天没上班 没有呀 我到这里干点 好 可以 好 关事 你来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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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有丰富 这个怎么解释 我剪的 剪的你为什么要埋起来 我不是怕丢了吗 怕丢了 好 我帮你看着 带我去 走 我可是好些快 对 说吧 这回千万不要给我耍什么花招 我同志 我冤枉 郭同志 我什么都没看 我什么都没看 冤枉 我问你 我第一次到你们家的时候 你怎么不喊冤枉 说 这衣服到底是谁的 那衣服 真是我剪的 郭同志 真是我剪的 我对天发誓 对天发誓 对什么发誓都没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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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摁住它 王贵同志 我呢 特别希望你能够 很好的配合我的工作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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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什么 你最好要如实地回答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隐瞒 一定 不是 领导 我知道它 我都说了呀 我没问你呢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这件衣服 到底是谁的 说 领导 这件衣服 确实是我剪的呀 真的 我怎么说你才相信呀 编 编 继续编 说谎都不会 但也行 就怪我自己 爱谈小便宜 起初 你们到我家的时候 我把衣服交给你们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因为这 哎呦我天 怎么说你呀 你 好 好 好